高血压的形成原因 高红心脏中心 副主任医师 高血压我们知道 一般我们分成两种 一种是剂发性的 一种是原发性的 原发性的应该说60% 都和多基因的遗传有关系 有明显的加毒死 那么它当然还有一些后天性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经常的情绪紧张 环境焦虑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饮食习惯的问题 比如经常熬夜 高盐饮食 这都可能导致原发性的高血压 而且这个发病基本上都40岁以后了 这个治疗它肯定是药物治疗 比较持续性的 另外一种就是激发性的高血压 激发性的高血压 从我们人体代谢来说 大部分和肾脏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生动脉的狭窄 肾脏先是个细胞瘤 这些都会明显的引起来高血压 还有一种就是药物性 我们说激素 包括一些糖尿病 包括吃一些病药 这个都可以举激发性的高血压 专家提示 一、高血压的形成原因 分成激发性和原发性 二、原发性60%都和遗传有关系 有明显的家族史及一些后天性的因素 三、发病基本都在40岁以后 药物治疗必须是持续性的 四、激发性的高血压从人体代谢来说 大部分和肾脏有关系 五、肾脏脉的狭窄 肾上线是个细胞瘤 都会明显的引起高血压